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你就對了 什麼問我都可以好不好 這問題問別人沒辦法 因為只要你夠衰 對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以你衰的程度啊 你出國旅遊啊 有沒有會特地到哪裡去 就是你知道過一下運啊 或是你知道增加自己的Lucky 開運的景點啊 對不對 這個問我就對了嘛 大家都說我是香港特首嘛 我當然是分享香港的啦 對不對 比如說去香港 你就是去黃大仙廟打小人嘛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黃大仙廟很遠的話 其實市區就有了 你去那個銅鑼灣 它的額景橋下面呢 剛好它是一個三叉口 剛好那是就是三煞位 下面就是有很多婆婆 對 你看你是要講廣東話 普通話都可以 他就會幫你打小人 那你小人上面不是要寫字嗎 你說寫一些對象 你都會寫誰的名字 當然是 寫一些其他男主持人的名字 喔 你該不會寫胡瓜 曾國城 許乃玲這一類的吧 我不許你這樣講 怎麼可能寫 對啦 我覺得這個演藝圈還是有倫理的 當然啊 你還是算有尊重啦 尊師重道 開玩笑他是我大哥 一日大哥 終生大哥 對不對 你寫胡瓜就不對了嘛 對 胡瓜是藝鳴 你要寫胡志雄 我說你這個人喔 怎麼了 每天都要踩著人家往上爬 你幹的東西啊 不是 你剛剛不是說分享 我只是分享給別人知道啊 搞不好杜力他們都在寫我們啊 夢多也去過了耶 夢多 我知道夢多寫誰 夢多寫誰 就是浩子 阿翔 莎莎 這些他都寫啊 你看這些都被他打掉了 真的 對不對 哇 好厲害 你不要亂說 那地點就是我提供他去的啊 是這樣喔 河井橋下面啊 你不要亂說 本來就你問夢多 好好問啊 對啊 今天就這樣來討論一下啦 就是說有哪一些景點 我們可以去看看走走你 是 看看走走之外 還可以開運 變成你自己的小確幸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為了求好運 再困難他都能做啦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小妹 歡迎 大家對面呢 超鐵齒不信邪 總是在搗亂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台灣是自由信仰的社會 從觀音到耶穌無所不敗 而今天就要走出台灣 由新南籍來賓們來告訴大家 究竟各國有哪些 靈驗的許願景點呢 有沒有去過哪一些 在台灣的喔 有一些許願的景點 有去過吧 那時候我還在台灣的南部工作 然後我那時候我真的在思考 我要不要想來台北工作 因為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說 那個台灣 台北的那個生活 消費超級高啊 除非呢 你講的什麼那個房租啊 或是那個吃飯 什麼都很貴 那時候我一直在思考 我是不是要認真地上去 當個歌手什麼的 那我就是跟我朋友講這件事情 他說 我跟你說 有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叫做 HANG LOW DAY啊 我帶你去這個地方 你一定會成功耶 是 但是我是基督教 那時候是基督教嘛 然後我想說 我這些東西 那時候 現在呢 現在不是基督教了喔 你還是要講這個嗎 可以乖 就好好的聽我的故事嘛 好 但是我那時候真的很認真 然後說 那時候是基督教嘛 然後 這個我不太相信 然後朋友說 沒關係 你一定要去 我帶你去好不好 然後我就是沒想到 我真的跟他去那個 HANG LOW DAY 然後去拜拜啊 我還丟了 因為他有三個東西 就是要丟一些錢進去 什麼叫三個東西 就是有三個 就是三個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就是有三個洞 然後就是做一些銀幣 在... 你嚇我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 那分證我就是拿了一百五十塊嘛 然後一個五十丟進去 結果出來是一塊錢而已 我想說 是不是虧了四十九塊 那丟了一個五十塊 結果出來是一個一塊 又是一個一塊 我丟了一百五十塊 為什麼只有拿到一百四十七塊 是不是很虧錢啊 對 這三個是錢母耶 這三個是錢母 讓你發財的 對 他就這樣子跟我講 那些錢 那個... 那個調出來 那個你要留到 那個不能花的 你不要這樣子講 我真的有留到耶 而且我沒想到 我到現在變成台北 台灣最紅的一個婚禮歌手 也是最紅的黑人 在演藝群裡面 我是不是賺到這個地方 那台灣朋友一定要出的囉 他怎麼還不吭 他剛剛講這個我覺得還好 其實有更靈驗的 有啊 對 是在南投 叫紫南宮 紫色的紫 紫南宮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去那邊 你去跟他借 借錢 從六百塊開始借 你要擲筊 然後你如果就是 借那個發財金 然後借回來的時候 你就要存到你的戶頭 我跟你講那個更靈驗 存進去通告就接不完 除了可以求發財金之外 你還可以請這個金雞回家 那要請這個金雞回家 這支金雞是三千六 可是不是你想要花錢就買到 因為你要先擲筊 看他願不願意跟你回家 哦 那你怎麼擲到的 我那時候有擲到 所以我帶回家的時候 我有把他供在家裡 那因為他已經在我家了 所以我就不會帶他出來 這個是才剛請來的 所以這個可以帶 給他出來的 剛請來 這個是別人去請來的 別人去請來的 那所以還可以用 因為他也沒有放在家裡 你如果放在家裡就是 他就在家定位了 就盡量不要把他移來移去 那因為是請雞嘛 所以就是有供水跟米 然後我們家的小孩很可愛 他們會直接餵他 從這個凍位來吃米 然後有一些 還有一些你可以更厲害 就是你想要賺什麼各國的錢 就丟進去 丟到這個裡面 然後就是每年帶他回娘家 去繞一下那個香爐就可以了 我推薦的是萬華的龍山 是我之前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有一個廣告的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我很開心 因為日本跟台灣 一起合作的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我很開心 可是聯絡的人 工作的人突然打電話給我 現在 最次的工作取消了 我為什麼不知道 為什麼突然打電話給我取消了 所以呢 應該是小百合從中作梗 你還在跟小百合 現在中間從中作梗 就是你 沒有 然後那個時候很難過 我已經不知道 我打電話給台灣朋友 台灣朋友跟我說 要去拜拜比較好 然後台灣朋友帶我去龍山市 然後龍山去龍山市 拜拜完之後 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那個工作的人 路人打電話給我 現在還是想要找你 可以衣服也準備好了 然後那個時候的薪水加兩杯 哦 非常厲害 真的 真的文化的龍山市真的很低 我老婆也是 我們生小孩的時候 有懷孕一次去龍山市 是 有一個是叫 祖生娘娘 祖生娘 祖生娘娘 所以我們去那邊拍拍什麼的 和認識 花很多時間 然後就是 沒有很多時間 我老婆已經懷孕了 哦 對啊 所以立刻回來 然後 就懷孕了 就懷孕了 對啊 哇塞 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也是要在飯前懷孕時間 但是又懷孕對不對 然後生小孩以後 也是要回去拜拜 然後送給他禮物什麼的 還原啊 有飯什麼的 確定是你緊守的這樣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我有去嘛 然後那裡不是有那個丟的東西嗎 那個把筊什麼的 把筊 丟的東西 丟的東西 對 就是 就是要丟嘛 就是一針一反是說 OK 對啦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我剛來台灣 我就覺得 想要叫一個好的女朋友之類的嘛 所以我一直問他 這個也可以喔 也可以啊 然後我一直丟丟丟 但是他一直都不給我那個Yes 然後剛好遇到有一個韓國團 然後韓國團不是有韓國導遊嗎 他們都是用韓文就是解釋這個地方 但是不能相信很多導遊 導遊都是亂掰的 你知道嗎 那個導遊 然後把文昌隨便亂掰講成是愛 那個愛情 然後把月老講成是讀書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想要那個求愛情嘛 所以我就 我是本來想去月老 但是那個導遊把月老講成文昌 所以我在文昌前面一直在拜拜拜拜拜拜 但是結果真的有用 我就要帶一個好多女朋友 所以文昌也被你弄反了 感動了 對 太感動了 但是重點是我的學業還是不行 學業的我是曾經要申請那個西班牙政府提供的 就是來台灣念那個研究所的獎學金嘛 但是那個很競爭 整個西班牙只有兩個名額 所以雖然我的成績很好 我還是有一點點壓力 那那個時候我就跟可娜講說 那個我要申請了 她那時候有跟一個很迷信的女生在一起 就是那種會去收金的啊 然後很 就想信這一切的一個女朋友 她們推薦我去那個叫什麼 去祈求那個神請講學金順利 但是我是一個學者嘛 所以我就不相信非可學的迷信的人 我就去 就懷著那個研究華人廟 那個寺廟文化的那個想法去看看嘛 那在那邊祈求了 神請了 神請到了 那個可娜的女朋友聽到就 開始跟我說是不是很有效 那敷衍嘛 但是明明申請是因為 我有一個驚人的學歷 有一個驚人的計畫書 你覺得這故事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聽完 應該五分鐘前就應該要讓她閉嘴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